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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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周遭晚期的写法 这个写的小专业是设计改变了 它和这个罗续大水 一滴滴的关系都没有 它是先生计啊 小专业写的这么一个字 这个讲一下也叫毛毛虫 挤毛毛虫以后流出来的水 是浓液色感 就是这么意思 丽数的时候呢 这个字呢 它又变了 它是这样写 它的意思也变了 和小专业的意思都不一样 丽数呢 它写是这样的 写这个金字边旁 这边呢 它写成这样 这就是朝圈碑里面 写的这样一个字 为什么写的这样一个字呢 因为在命上时期的 这个铜内冶连记者 已经相当出事了 到了走着以后的时期 就是更加发达 古人把这个铜 黄铜 称为金 不是我们今天的字的黄金 这个铜世界长了以后呢 它要氧化 氧化以后的颜色呢 就是浓液色感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值得铜锣 它就是值得铜锈了 铜铜铜 铜雅化以后的 才生的颜色 它是值得这个意思 所以K数呢 就是由黎数这个地方 引编过来的 就写成这样 在古代文人当中 有很多呢 它也是写成这样的 也有写成这样子的 也有写成这样的 到最后 汉字简化的事情呢 汉字简化就写成这样子 看字简化 像是这个字 整个这个字 它的历史的边界 从加果文 锦文 它是值得铜锣 是值得打水 到了小转 它这个意思就变了 到了历史 这个意思 它有变了 整个这个字的历史上面 它就变了好多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铜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